剩下十几天 完全甜滋味 大家以为到迪化街 都要自己配药材吗 显得最流行的是 直接买便利包 连观光客都抢买回锅 最受欢迎的是 和手屋跟肉骨茶口味 台中的天津年货大街 不能错过的 就是用大甲芋头 刨资制成的玉铅膏 我会呛 它是吃到有 像一根一根的感觉 比较有口感 冬天的时间 它喝姜母茶 又可以暖身 又可以保健 所以它现在也有 包括姜母茶 变化到最后 它有加龙眼 逢年过节 怎能少了糖 口味丰富的牛嘎糖 很受民众欢迎 最热烧的还是原味口味 蔓越莓和抹茶 仅排在第二三名 听说现在还在研发 乌莓 哈密瓜 芒果 凤梨等各种口味呢 至于比较不冷的南部 反而很流行吃 鱿鱼螺肉酸汤 平价的螺肉罐头 一瓶只要120元 很受主妇欢迎 来自日本北海道的螺肉 大颗饱满汤之多 18颗420克大瓶装 只要280元 更是这几年的新宠 养生当道 带甜的野草 跟微苦的核桃 搭配起来味道嘟嘟好 最近唱红成为必买年货 酱油瓜子很常见 但这里卖的瓜子 改用南投民间的高山乌龙茶 下出风潮 得经过40分钟到一小时 才能让南瓜子 尝起来有茶叶香气 十三缝中街 十多年来的老字号 年阶时还每人先购五包 每一场道就真的不像过年啦 东新闻台北报道